原标题 建汉功臣来是为什么没有列入云台二十八将 是因此皇帝太思心汉明帝刘庄在永平三年六十年 在南宫云台和命人画了二十八将的像 称为云台二十八将 这二十八人设汉光五帝在建立东汉的过程中最具战功的将领 而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名单却没有功劳很大的来设 来设四军书南阳心野心和南心一南人 来设的六士祖来汉才立过人 汉五帝时曾以光禄大夫身份辅助楼船将军阳国击破南越朝鲜 来设的父亲来仲 汉埃迪年间任建一大夫 他娶刘秀的祖姑 生了来设 因为有亲戚关系 刘秀对他颇为亲近近爱 在长安时往来密切 后来刘 刘秀起兵反对王莽 王莽因为莱设使刘秀的亲属便逮捕了他 好在莱设有许多仗义的朋友 不顾生命危险 劫于成功 把莱设救了出来 到更始帝时 莱设在他手下任职 却遭到了遗迹 郁郁不得志 对此 莱设以身体有样为有 主动炒了更始帝刘秀的鱿鱼 当时莱设的孟父汉中王刘家 正在黄揽人才 于是乌 便把他请到了汉中 后来 刘秀在河北发迹壮大后 莱设便劝刘家归附刘秀 据说 刘秀见到莱设一行风尘仆仆而来 高兴之余 当即解下自己的衣服给他穿 这和三国演义中的操操赤脚领许又 有一曲同工之妙 而且给了他一个不小的职务派中大复 当时 奎骁占据龙地 公孙树占据属地 呈现天下三分的局面 刘秀身以为忧 平定山东后 刘秀想征集奎骁部下一起发述 于是 又派来社去向奎骁说明意图 奎骁本人深知山东群雄 被刘秀各个击破的教训 不见亡员也劝阻他 因此 犹豫不决 徘徊观望 来社素性刚毅 见奎骁不能立断 心存二致 便当面指责他 说到奋机处 来社竟抢步向前 要刺杀奎骁 奎骁起身闪避 退入后堂 当下部署将士 要杀奎骁 奎骁毅毅不畏惧 他手持汗解 徐行上车 缓缓离去 奎骁见状 愈发气恼 王源成绩 劝他速做决断 奎骁衡量利害 终于没敢杀害奎骁 奎骁得以东归 建武八年公元三十二年春 奎骁和征禄将军 继尊一道进席回敲 继尊半路生病 来社和兵两千余人 伐山开岛 从介于关中平原 和陆西平原之间的藩须 回中直抵掠阳 经甘肃省秦安县冷城镇 不久 攻破城池 杀死守将金梁 占据了掠阳这一战略要地 建武十一年公元三十五年 来社趁藤鹏长驱入术之际 率领虎牙大将军盖掩 杨武将军马武 向河池展开攻击 大破蜀江王元等 占领了河池金辉县西北 和下边金城县西北 准备入术 蜀国公孙树眼看形势不妙 使出一招险棋 派刺客自杀来社 俗话说明枪一朵 案件难防 最终来社被刺中胸部 而刺客惊慌之下 连刀都不敢拔遍仓皇逃走了 来社在生命垂危之时 想到的不是自己 而是国事 他派人急躁盖岩 盖岩急忙赶来后 欠来社伤势严重 痛哭失声 对此 来社力声呵斥 虎牙这是怎么 我要以军中之势相托 你却想学女人泪眼婆娑 盖岩这台墙收起泪水 听来社的遗言 来社使出全身戾气 为他指臣行事 依依不属 盖岩牢记于心 随后 来社强大精神 提笔给刘秀写信 言 臣尚未能下属 就因臣之大义受赐 有贿皇恩 臣之于见 属地非曾蓬富可灭也 写完 致笔一扔 自拔腹中之剑 血染疏剑 喷血而亡 刘秀得知来社死讯 悲伤泪流成河 惋惜地说 中郎将来社 攻占连也 平定枪 拢 忧过旺家 忠孝张柱 遭命遇害 呜呼哀哉 并派太中大夫赠来社中郎将 征枪侯应寿 刺世结侯 来社灵就运回到洛阳时 刘秀穿素衣 心自临到送葬 看到这里 读者朋友应该明白几分了 以来社的功劳 列入云台二十八 将肯定没问题 之所以没有入选 那是跟汉明帝刘庄的私心有关 刘庄在定云台二十八将时 有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矩 凡是与皇室宗亲有关系的功臣不得入选 来社 虽然最后到死都为我考虑 谱写了一个真英雄的赞歌 但因为他是刘秀的表兄 洛选自然在情敌之中 而马格果师的马源一生光明磊落 战功卓越 他的洛选 只因他的女儿嫁给了刘庄为妻 他便是历史上著名的马皇后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